好,OK,來,接下來要介紹的蛋巡丸 蛋呢,剛剛介紹過的碳巡丸是一種元素叫做C,叫做碳 那蛋的元素大概叫做N 那麼呢,第一個,它跟我們生活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空氣中百分之八,欸,78,好,將近80 四、五分之四都是氮氣 那問題是氮氣非常穩定 所以你吸進去的氮氣會非常突出來 所以,其實五分之一是氧氣 所以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時候是用到五分之一的氧氣 其他都是沒有用到的 所以你整個背裡面,五分之四是 那空氣是跟你沒有關係的 就是,進來就出去 好,所以呢,氮氣叫做N2 那氧氣叫做O2 它們都有它們的化學乳 兩個蛋的元素結合 好,那第二個,既然這樣反正又用不到 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非常有關係,我們身上有很多含氮的物質 哪些含氮的物質呢? 第一個,蛋白質 哇,你是不是都有預期是不是 齁,怎麼那麼厲害 超棒的,對不對 好 含氮物質呢,有兩個 在身體內,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叫做蛋白質 或者是氨基酸 好,蛋白質 第二個 DNA 哇,你怎麼都知道啊 其實 沒有,真的啊,他都知道耶,這是太神奇了 好,他學過了 但是 很好,你不要這樣 你連補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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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好,不要嗆,現在還在錄影 含氮物質 含氮物質就是蛋白質跟DNA OK,所以 重不重要呢? 重要,你沒有DNA就會掛掉 沒有蛋白質,你也會掛掉 或者不行 好,第三個 這個 不但如此,我們吃下去的肉就是蛋白質 對不對 吃太多的話就會排出來 排出來的叫做 含氮肺物 含氮肺物有哪幾種形態呢 這個在 依上地方有學過 我們排出來的 尿液就是一種含氮肺物 含氮肺物 含氮肺物有三種 我們學過,最毒的是什麼呢 氨 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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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像水中生物 草綠蟲變成蟲排胺 魚也排胺 等等的 好 第二個 哺乳動物排 尿 我們人類排什麼 尿素 好 那請問尿素在哪裡被製造出來 不對 我們的細胞會產生胺 因為代謝大概只產生胺 對不對 蛋白質跟解產生胺 胺呢送到肝臟去代謝 減低它的毒性變成什麼 尿素 尿素 尿素在送到哪裡 腎臟 變成尿液 還記得嗎 這有學過 只是 複習一下 細胞製造胺 送到肝臟變成尿素 尿素送到腎臟排出 變成尿液 好 這是胺尿素 第三個 最弱的 毒性的含氮股物就是 尿 酸 像鳥大便也不是尿酸 白白的 昆蟲大便也是尿酸 好 所以基本上呢 這些東西都跟我們的生活有關係 好 那麼呢 接下來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來介紹蛋循環 蛋是如何被循環的呢 好 我們要看一下 這邊 好 好 我們就從大氣中的蛋氣開始 好 蛋氣呢 佔了百分之七十八 非常多 可是呢 看得到 用不到 那怎麼辦 就像你 你很餓 你用一個罐頭 可是你打不開 好 就非常痛 對不對 看得到吃不到 蛋氣這麼多 而且很好用很重要 但是就用 就沒辦法吸收 生物體不能多運用 那怎麼辦呢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生物 必須要利用它 有三個方法 可以 有兩個方法可以用它 第一個是因為 蛋氣它是非常的穩定的物質 只有種東西可以把它打開 對 那開放器叫什麼 叫閃電 閃電夠強吧 閃電 閃電劈下去 那罐頭就要用閃電嗎 對 我說 假設這罐頭就要用蛋 對 它就是這麼 這麼硬 沒辦法 就是一定要用閃電來打得開 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難開了 所以 你要讓蛋氣分離 必須要用到閃電 你就要等到那個 天空閃電啊 它才會被分解 分解之後 會產生叫做NO物質 這個二氧化蛋 好 OK 這個呢 不用被 這個是補充的 總是產生一個寒淡的物質 OK 第一個透過閃電 那你等一下要等閃電來 才有東西可以吸收 植物才可以吸收 但這樣不行 太慢了 好 那麼呢 生物界有一種很厲害的角色 它可以把它打過 維生物 對 竟然是一種微生物喔 是一種 圓核生物 哪些微生物可以把氮氣打開呢 有兩個微生物可以做到 第一個是藍綠菌 對 為什麼藍綠菌這麼厲害 有一些藍綠菌 像什麼念珠藻 這種藍綠菌 它可以直接利用蛋喔 把它轉變成可以吸收的物質 叫做氨 它可以把它轉變成氨 化學是叫NH3 這個不用被 這都是參考用的 好 那麼呢 變成氨之後就可以被吸收了 就是我們所說的那個阿摩尼亞 好 第一個藍綠菌可以 第二個 第二個細菌也很厲害 根 什麼瘤 什麼菌 對 根瘤菌 根瘤菌 為什麼叫做根瘤菌呢 因為它跟植物的根會怎麼樣 就是根會長一個瘤 那個瘤其實是一個房間 它會吸引那個根瘤菌 來來來跟我一起住 然後呢 植物為什麼要跟它一起住呢 因為它可以提供植物什麼 肥料 含淡的人肥料 對不對 那植物就說好 那我給你糖分 你給我肥料 這叫做我共生 我可以共生 你好我也好 對不對 根瘤菌呢 但根瘤菌有點挑喔 它只跟一種 它通常只跟一種植物在一起 那種植物叫做豆類的植物 豆類 它喜歡跟豆豆在一起 豆類的植物 對 所以豆類植物通常有跟柳菌 豆類植物 共生 所以你知道嗎 政府還有補助喔 如果你今天這個土 這個農田呢 改種成那個綠菌 就是用豆類植物呢 土壤會變什麼 肥沃 它會給你補助金喔 所以 豆類植物越種那個土地 會越怎樣 越肥沃 越肥沃 因為它 跟根瘤就會共生 所以這樣土壤本來 本來沒有這個寒淡的養分 結果現在怎麼樣 更肥沃 這樣懂一次嗎 所以 農夫就是你種稻田 種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怎麼樣 改種什麼 改種豆子 然後種完之後 就把那豆子直接攪在土裡面 那土壤就變肥沃 你知道嗎 叫濾肥 所以有時候你看那農田 種的不是 種的不是水稻 是種一種豆類植物 種類植物的話 都是這種樣子 這種壯物也好 所以它是種豆類 像田精 一種植物叫田精 就是讓土壤更肥沃 對 好 所以總而言之呢 第一個你要透過閃電 可以獲得寒淡的養分 第二個透過藍綠菌跟柳菌 獲得 那這個胺呢 它會再繼續被轉變 轉變的過程呢 你不用背 因為它有點複雜 第一個它可以變成那個 叫做亞硝酸 NO部部 亞硝酸 N1 NO2-5 再還可以變成硝酸 抱歉我這邊少寫的東西 鞍會先變成鞍鹽 鞍鹽 遇到水會變鞍鹽 NH4-5 NH4-5 這就是化學符號 你們國二才會學到 好 不用背 一下這一排都不用背 只要記得這一排叫做寒淡物質 就好 再來練成 亞硝酸 NO2-5 還有硝酸 二氧化酸 然後 二氧化酸 然後那個 NO3 二氧化酸 變成硝酸 然後那個 總而言之這些化學名字都不用背 你只要知道 因為 這裡面呢 植物可以利用的就是 有兩個 植物只能夠運用鞍鹽 跟硝酸鹽 植物可以吸收 鞍吸收之後就變什麼呢 就變肥料 就是那個 蛋的肥料 植物被植物吸收了 植物呢 吸收之後就可以給誰吃了 那聖誕者就可以什麼 動物吃 對不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獲得 那些蛋白質 好 所以呢 就還沒完成循環喔 接下來 動物會被排泄 我們會排尿對不對 排鞍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排出來的尿液 又可以怎麼樣 又可以重複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尿可以拿來當肥料 大便也可以當肥料 好 那這樣完整循環嗎 還沒喔 還有個步驟沒完成 就是 這些鞍鹽 這些鞍 它裡面又可以被分解 最後產生什麼呢 被分解之後 回到什麼 氮氣 這個紅色代表分解作用 這是脫氮作用 反正那個氮再 再緩一個牛郡 然後再緩一個牛郡 你要這個地方要記得 一個重點 第一個透過散電 第二個透過藍綠菌 或什麼 跟牛郡 這個蛋就可以變成 被 可以被怎樣 被使用的化物物質 痰痰物質 然後再被誰吸收 植物吸收 因為植物只能之後吸收 硝酸跟鞍鹽 這兩種化學物質 那吸收之後 它就可以開始製造蛋白質 然後就可以給動物吃 那動物呢 排泄物 你可以怎樣 製造什麼 鞍對不對 然後再循環利用 那當這些物質呢 如果沒有被利用 被 細菌分解 就變成什麼 用回到什麼 氮氣 所以這叫做氮循環 OK 對 這個都是補充的 如果不想寫 就直接寫氮氮物質 這樣了解嗎 那各位 我最後補充一點 有一種植物叫做補充植物 知道嗎 像補兵 為什麼它要吃蟲呢 因為它要補充啊 補充蛋 對沒錯 補充的化學 就叫什麼 蛋 對 補充植物 它為什麼要吃蟲 因為它的 服染很品質 缺蛋 所以補充植物呢 是為了缺蛋的關係 才要吃蟲 因為它們缺蛋 那它可能 沒有 你如果可以讓它 可能就 不太那麼需要 那我不知道植物會怎麼樣 解釋 OK 好 所以這就是氮循環 可以嗎 所以重點有兩個 第一個 什麼方式讓氮可以被利用 透過 這兩種生物 或透過閃電 當它經過分解之後 又回到什麼 氮氣 就這樣 這要氮循環 好 就先到這邊